大家看到公上角,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冷酷无情之人,想要成为职任,却和职任之位擦肩而过。 在三玉试炼的时候,明明他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,最后少主人选去是公换羽。 后来老职任和少主去世,他的能力在宫门中最强,得到职任之位的是公子羽。 宫门长老处处给公子羽开后门,这对于公上角而言本就是不公平的。 在公子羽成为职任之后,不少人都觉得公上角处处刁难他,不仅不认他这个职任,还让他去闯三玉试炼。 其实这三玉试炼,不仅公门的职任需要过,公门的成年男子都会去闯一闯,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,才没有人敢欺负。 这一点公上角给公元只说过,这样要求公子羽也没有什么问题。 公上角的确为难公子羽,却并不是为了职任的位置,而是让公门更加的安稳,他想要提升公子羽的能力。 三玉试炼的第一关,公子羽得到了拂血三世,在他出来之后,立刻就得到了父亲的遗物,其中正好就有拂血三世的关键点。 这对于公子羽修炼这套剑术有很大的帮助,所有人都觉得是老职任留下的,其实不然,正是公上角在帮助公子羽。 还记得血童子这套拂血三世,他根本就不是以前老的招式了,用四年的时间重新创造的一套,而老职任闯关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,那一套老得早就没有人用了。 而经过新试炼的,只有公幻羽和公上角。公上角与公子羽的关系别扭,自然不会大摇大摆地去把秘籍送给他,而是用老职任的名义。 公上角送的小心翼翼,却是一片好心。公上角说着公子羽不配当职任,一直也不曾叫过他职任,是因为公子羽的确不配,他没有把整个宫门的安危放在首位,他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宫门中人。 公上角虽然看起来冷酷,但对宫门之人却是十分心软的,会帮助公子羽成长,更会为了一个下属毫不犹豫喝下毒药。 公上角给公园只说过,只要他姓公,就是自己的弟弟,虽然他和公子羽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,但在他的心中,只要公子羽是宫门之人,便也是自己的弟弟。 公上角表面为难,背后帮助,真是刀子嘴豆腐心。 公上角封楼脚,遮毫了画面为一番离،毫 你是一些小般友制了,还忌ton怪人来说出当隔了 role是 pretty,女孩又避充的 önem。